马华上议员郑联科早前呼吁政府不该举办土著经济大会 而是改办造福全民的经济大会 不过不同最高理事博爱对此大感不满 斥责郑联科的言论涉及煽动和种族主义 博爱今天在面子书直言 郑联科在国会上议院的演讲冒犯了马来人 并质疑郑联科在马华党选落败 为了挽回政治生涯才突然勇敢发言 博爱接着点出 其他族群如华裔非政府组织也有举办各自族群的活动 包括大会论坛和工作坊等等 难道郑联科也会阻止吗 他也补充 我估58年来只举办过三次土著经济大会 而这难以说明大会的成败 郑联科也是团结部前副部长 根据报道 他上星期一表示 政府不该让土著经济大会成为捞取政治利益 或是投机分子捞取利益的平台 他强调 这种做法不是要压抑马来人的权益 但经历了50多年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土著经济大会 足以显示大会不达标 首相安华在今年9月表示 政府将会在明年1月举办土著经济大会 以探讨制定更公平公正和包容的土著议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